印尼二年全中一羽球男子双打个人赛于16日下午12点30分开打 在团体赛夺下金牌的男人家商 此战派出遗嘱全国排名第五名的薛安亭和蔡佳又出赛 对上南宁高中的王胜祥和黄世奇 第一局刚开打两人就被对手杀个措手不及 完全没想到对手实力如此强 手感还没大的两人惊险以21比17拿下第一局 可惜第二局局势完全被南宁掌控 一度领先人能高达8分 加上人能此局不断失误 以13比21败下一局 对于输了第二局的原因 薛安亭表示 一开始还不错 可是到了第二局的时候 能藏地的事情比较不顺 然后就有一些状况 所以我没有处理好 各自手上都为有一局胜利的两队 来到关键的决胜局定胜负 比赛状况双方选手不容怠慢 作为气氛紧绷 最后薛安亭和蔡佳佑两人重新调整状态 以21比10拿下南宁高中闯进八强 赛后蔡佳佑接受采访说到 今天的表现感觉没有很好 一开始下去的时候太紧了 然后身体没有放得很开 然后想法也是会很紧张 因为打到的是没有打过一个对手 台中市后面国中林酉胜 可惜两人在下午四点的八强淘汰赛中意外落马 无缘前进夺冠之路 记者何天正 陈宜燕宜然报导 谢谢大家